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不了声 学者不了声 从2013年这个反腐到来以来 人们其实不是怕如果法治清明 他贪污切了 他就是应该去惩罚 那这个的话 而且一成后效 这是可以的 最怕的是比冤枉 其实好些人那时 当然这是中国面临的是什么呢 过去是培养腐败 使劲培养腐败 就像毛泽东50年代鼓励 各个家庭多生孩子生五个六个 突然又说你只生一个 只能生一个 不生的话是对国家最大的贡献 这就是计划生意 那我们说到这个官员来说 官员每一天都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 说实话 这是我还是听一个纪委官员 那个太太她跟我说的 她即使纪委官员 她也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 她感到非常害怕 生怕自己的丈夫呢 去上班了就不能回来了 我说这是一种官员互害的情况 她说确实是互害 官员们直接互相举报 互相写逆运信 互相这个告上面 这个这个搞得呀胆战心惊 搞得所有的人唯唯诺诺的 不敢说真话 哎呀 说假话还得憋 所以说呢 焦竟导致 我们知道过去几年 因为抑郁自杀的官员 那就很多了 经常报道出来 说是跳楼了 自杀了 抑郁了 这种情况下 这就是要逼的 其实在一个强权面前 这个谁都感到害怕 其实他因为 不管你有罪没罪 他把你抓了以后呢 把这官员抓了以后呢 他来确定你是否有罪 就像苏联 斯大林的时候 诉反了那么多人 中国现在诉反的 比斯大林还少 就是最近的78年以来 只诉反了200多万人 这是中纪委的统计数字 200多万官员呀 这不是200多万 要是按一个整编师 1万人来说 就200个整编师啊 这个是巨大的一个体系的量 但是好多都关到监狱里边去的 其中 秦城监狱 把这些中高级官员关满 高级官员把关满了以后 马上又在夜郊修了一个夜郊公寓 夜郊监狱 叫夜城监狱 你说这个 这个可以说多多呀 我听2018年的时候 我听一个到美国来的一个官员 官员说的 他说是 哎呀 几乎所有的监狱里边都关满了官员 我说有这么严重吗 不会这么动 他是真是如此呀 动不动就关进去呀 年轻好大呀 酷酷大呀 我说那你要这样说的话 可能那就是真实的了 所以说呢 社会是一种无关不瘫的社会 现在这些官员 哪怕当个副部级官员 他都羡慕像张博士这样的 到美国自由说话 享受自由空气 不用晚上担惊害怕 这样的时候 他都很羡慕的 他觉得 哎呀 哪怕到好拉盛 当一个平民 那么也是幸福的 就是总比这种 胆战兴兴兴的巧 现在所有的官员 护照都没收了 你要是哪个护照的话 都得向上边 都得向组织部来请示 这是走不了的 过去的这个盲街 就是和缅电交界处 有个盲街的地方 然后可以自由走过去 购物可以回来 最近我看的电视报道是 从续不可以的 把铁丝网 四层铁丝网 这个团起来这种铁丝网 像奥斯维新集中营 那种铁丝网团在那边 为什么 防止官员和学者跑掉 防止这些人跑掉 那这样情况下来的话 几乎所有的大学的教室 说都按照了摄像头 看这个教授呢 讲没讲这个坏的话 讲没讲民主宪政 如果讲 就有个欺负讲吧 民主宪政呀 自由法治呀 如果讲了这些呢 继维就可能谈话 叶重者就收到监狱 我们知道咱们的共同朋友 许章若教授呢 也是被抓进去了几天 后来舆论时间太大了 发现这个许章若教授 没毛病 后来只好放不到家里边软静 所以说呢 在这样社会里边 官员逼着所有给他 伴死的人送礼 哪怕幼儿园当一个 管幼儿园教育局的小科长 他也要逼着这些人送礼 就是几乎是 无关不贪这样社会 这样的话就造成了 中国现在的现状 所有的人呢 尽量是唯唯诺诺的 少说话的 茶叶悦色的 就连苏联时期啊 人们到厨房里边 几个好朋友到厨房里边 关上门 把孩子关在外边 讨论社会情况 现在也不敢讨论了 也是不敢了 所以说 这种情况下呢 简直是一个 大的奥斯维星集中营啊 当然新疆已经有 奥斯维星集中营了 奥斯维星就说 官员了五到六百万人 那么新疆就说 现在两百万 当然我都没有统计 统计数字啊 我们做学梦是讲究逻辑 和讲究弄点 弄计弄正的 所以说 我们纵观搭解中国的现状 那就是用两个字来说 就是不好 所有的官员们呢 都是转战行径的 而且呢 就连拍马屁那些 比如说 忠诚不绝对 绝对不忠诚这些人 他也是害怕 也是 生生感到哪句话说 我们就抓进去了 所以说 在这种政治绞肉机制下 中国 而且的现状就是如此 云龙 我们把视角啊 再放开一点 因为你啊 喜欢到世界各地旅游嘛 进行调研 那么经过你的调研 或者你看感受啊 或者说 对一些国家制度进行评估 你觉得共产主义制度 是一个理性的社会吗 我们一直希望人类呢 越来越进入文明 决策有计算机 有这个科学决策 那么一直希望社会呢 是一个辉传理性的社会 比如说 决策的时候呢 我们不能盲目去骂别的国家 我们盲目的 不能和其他国家作对 我们要稳固的发展经济 但是我们纵观这些情况来说 所有的共产主义国家 往往都不是理性 我们就说前苏联 前苏联的时候呢 你看 我们在中国开二次大战爆发的时候 说是这个德国 1939年9月1号 进攻波兰 其实进攻波兰的同时呢 是苏联和和德国夹击波兰 这样情况下 一个从东一个从西 共同的夹击波兰 这样情况下呢 显然是不理智的 所以说自己进攻 进攻一个同类的 斯拉夫人的国家 是不理智的 我们再看 苏联把这个核导弹 用到古巴地区 用到古巴寒域以后 中短成导弹 可以直接打到美国任何地方了 那正是理智嘛 现在看来也是非常不理智的 那我们纵观中国来说 你说发动文化大革命是理智吗 现在得出结论 大概率事件是 毛泽东为了搞倒刘少奇 用百姓来反刘少奇 所以是不理智的 所以他们决策也是 也是不好的 那么大跃境是理智的吗 大跃境 盲目的时候 亩产十万斤 知道我们著名的人民日报 也说是亩产十万斤没问题 医者科学家 潜学生看说 弄证说 十万斤是肯定可以的 如果高的话 可以产到十五万斤 所以这样社会 我们发现 它是非常是不理智的 这让我们看到一个 最近的社会 最近的社会 我们看到突出一个外交 就是战狼外交的升级 通过这个阿拉斯加会谈以来 最著名的是 在且贴 这个就是法国的大使 法国大使的攻击欧盟的国家 攻击欧盟的国家 而且痛骂法国 骂法国的小偷啊 小丑啊 就这样骂了一通一步的 这个就是这种 这样的外交就升级到 这个公狗外交 这个法国人就起了名字 说公狗为什么是公狗 我说 这个不明白 公狗就是乱咬人啊 当初乱咬 无论他们的外交官也好 无论什么也好 这个现象是现在在欧盟都展开了 对于美国那些呢 不过过去骂蓬佩奥是什么 什么贪婪的啊 或者是资本主义的走狗啊 骂这些 那是轻的 所以这种情况下呢 我们感到这是不理性 不理性这回就让我封锡一个问题 他为什么这样做呢 原来共产主义呢 他其实有怕和有不快 这个是我 今天早上我在琢磨了 一个多小时我在琢磨的 这个道理呢 因为我说这个共产主义国家 他怕什么不怕什么 这个我根据王岐山讲话呀 还有其他那些共产主义国家做法 第一个共产主义国家什么不怕呢 人民吃苦吃草 不怕 我们从这个 北朝鲜的社会主义国家来看 那北朝鲜人民和吃草都差不多了 在我们小时候是借过人吃草的 那国家领导人怕吗 不怕 老毛说形势一片大好 所有的文章开头的时候 是中国形势当企业一片大好 这是七十年代文章的主要开头 那么老百姓吃苦吃草 怕不怕 王岐山说是我们百姓吃两节草 也能和美国来对着干下去 其实对着干下去有什么意义呢 老百姓那么苦 这个他不怕 而且呢 他认为说老百姓苦了以后会祈求政府 喝救济粮 救济 这样的话有利于维护统治 所以说他理直气状的认为是不怕 所以说这个他是不理性的 他不怕 第二个什么不怕呢 说是这个发生冷战 共产主义国家怕不怕 在这统治者心里边 最高的一个统治者心里边 是最高一个统治者心里边 他怕还是不怕呢 其实我得出结论 不怕 冷战是不怕的 冷战的对抗呢 是封起来了 封起来以后呢 我自己统治自己的 我也可以更有利于统治我的官员 和不同一级的官员 我思想也不传播了 老百姓也不让出去旅游了 包括外边的野龙也进不来了 所以说呢 我对抗和冷战的更有利于 我关上大门 闭关锁国来统治 所以说把人民呢 和世界隔裂开来 也不让人民知道这些知识 所以说他一点都不怕 所以这两个不怕 第三个呢 我认为他有一怕 这个是他怕的 怕什么呢 怕这个美日印澳联合起来打他 这个他是怕的 而且这次呢 阿拉斯加这个对抗呢 直接造成了美日 当时就决定建立同盟 美日印澳呢 建立同盟 直接来对付他 直接来对付他 其实刚一个日邦 打他 他就怕了 所以说 再加上美日 一起打他的话 他心里边 用一句诡情话 来说是叫干颤 他心里边是 他的干颤颤头 他是怕的 这个耐心里边 他是怕的 他再嘴硬 他心里边也是怕的 而且他还怕什么呢 是西方国家 一旦被惹怒以后呢 用不讲理的方式 对待他这种不讲理 他是怕的 这个肯定是怕的 因为这种一旦 发过来就 老慈禧的时候 老慈禧为什么跑掉啊 为什么出西着玩 瓦西跑啊 怕了吗 所以说呢 这个 这个 他有两不怕和一怕 所以说 这些呢 直接造成了联盟 现在造成局面是什么呢 美日印澳 已经完全联合起来了 德国 法国 英国这些国家呢 也在支持美日印澳 形成一个联盟 共同来反对共产主义 这个 他是会怕的 一定会怕 所以说呢 共产主义 无论他不理性也好 他怎么也好 他还是怕这方面的 他一定是 在未来几个月会怕的 因为我们要 也就趋势嘛 所以从这观点来看 他不理性 他因为他不理性的 造成了世界各国 搞了一个裂盟 来对付他 当然这过程中呢 不好的就是 对我们华侨也不好的 这过程中 也会吸食我们华侨 打烊我们华侨 这是对我们华侨不好的 但是聪明点的人 如果我们走高层次的人 如果我们交层 高层次的朋友 烂地方不去 我们发现这些人 也是很中心我们的 因为我们 尊重普世价值 尊重正义良知 我们是理性的 我们不是共产主义者 那种不理性的做法 所以说 我们看共产主义过去的 和西法开战 也是风风中的事情 就是只要他想 所以说 他是不理性的 但是他也是有怕 他还有两个不怕 运动你的怕跟不怕 很有创见 这个观点可能会流行开来 确实是这样 一个极权社会 他好像很牛 什么都不怕 但是他又很软弱 因为他不停地 在宣示自己的权威 你刚才谈到趋势 那么我的想法 我想观众朋友 可能都想知道 你觉得未来二十年世界的趋势 或是怎样的呢 未来二十年趋势呢 它分为宏观趋势和微观趋势 宏观趋势呢 我认为可能有大概率 可能有50%以上概率的 是一个乱世 它也走离了过去这种 我们过去四十年 五十年这种人类全球化 二次大战以来这种纠横的局面 这个乱世呢 有分为几种 就是疫情的乱世 此时此刻就是 面临着疫情的乱世 我们这样情况下 关闭在家里边 而且呢 各个国家都不太稳定 就是比如说我们 看到美国的这个 黑命归运动也好 打压华人也好 打压亚裔 不是不单打压华人的 其实有些时候 打压华人 把日本人也打了 这是在马哈东 华人的事情 那么我们看的是一个 大概率是一个乱世 而且从法国也好 法国的这个 包括穿黄马甲的运动呀 德国包括各方面来说 我们人未来的20年 会比过去乱一些 这个大概率是一个乱世 但是如果这个 因为中国有一个狂人的话来说 天下大乱 形势大好 这就会给一些雄才大略 自治多谋 有腾土天际之机 包藏宇宙之治 这些人呢 提供很好的机会 这个是未来20年 是一个乱世 同时呢 我们从微观角度讲的 作为我们个人 你说比如说 作为一个学者型商人来说 就讲究八个字 趋利避害 受事而为 趋利避害就是 我们在这个情况下呢 多做一些赚钱的生意 把生意做好了 然后呢 做好自己 然后看清楚形势 看清楚能做些什么 那作为张博士 这样子讲下来 如果说 你就是可以利用这个方面呢 把学问做好 做大 这个 犹若而强者 非为天使 养异仁母也 有几个高餐给你 出主意 想办法 帮你策划 才把节目做的呢 几百万人的点击量 每次 这样的话 你就非常好了 那作为一个 这个冷战时期来说 我们觉得 冷战时期呢 我们也不要抱怨这个冷战啊 或者是 不要避这种社会的这种 矛盾所下垮了 这种情况下呢 比如说 这次 杀了六个华裔的 华裔人的这个事件 包括这些情况 所以说更让我们华人呢 在这种乱世里边呢 谨慎一些 谨慎一些 比如说天黑了 就不要轻易出门 除非有特别重要的事情 同时呢 辣的地方 社交地方呢 比如哈林区啊 就不要去嘛 那哈林区都是黑人区 第三个呢 还有个重极其重要的一点 这也是我 从战略并把分析到的 未来一个时期呢 可能是会 有塞大竞争时期 就是宏观上 塞大竞争的趋势 未来二十年 第一个是 科技的竞争 科技竞争 中国肯定想办法 从这些自由思想国家 过来偷技术呀 搞技术呀 历来他只要能派出来的人 包括留学生也好 他肯定会 安全部长谈话呀 但是我们此各级各别 也许会没有 就是说 有西方好的技术呢 带回来中国发展呀 就像苏联时期 苏联 从二次大战以后呢 往美国先后拍了 加价一百万人 整停各种科技情况 就是他们 确确实实 克格勃就一百几十万人了 那我们从这些情况来说 是个科技竞争时期 这样的话就是 把我们一些学者 一些很做自然科学的学者 就夹在中间了 要是不给他弄的话 他早点家人谈话 要给他弄的话 又得罪了美国 而且双方都有情报人员渗透 美国情报人员 在中国情报高层 中国情报人员 可能也到了美国高层了 所以说 如果为他们任何一方做事情呢 就变成了耗子里边 耗子跑到风箱里边了 左拉的话 折磨一下 咳咳叫一声 右边拉的 右折磨一下 咳咳叫一声 所以说呢 我认为科学做法是 两方面要取悦 不要给他们做事情 既不要给 这个集权政治做 也不要给 其他的社会制度做 等这个时期 平安过去以后呢 就好了 我指的是说 最怕被冤枉了 后来他们认为 就科技战这种人员 好多的教授抓家 是比冤枉了 比冤枉了 在百分之六七十 在过去的一时钟 那未来再冤枉 一个百分之六七十 有什么奇怪的 这是第一个 第二呢 是面临着谍报战 现在谍报战呢 主要采取电子征听 有双方所有的人员的 这个卫星通讯也好 电话通讯 互联网 email也好 都会被他接听 双方更会这么乱搞 这个事实要证明 前两年就已经做了 这种情况 将来也还会大规模的做 双方共同往局部队里边 派谍报人员 侦察飞机 包括就在几个小时之前 我看到报道 中国的侦察飞机 已经直接飞到台湾上 通知地方 去侦察去了 所以说呢 这个谍报的侦察呢 将会更加多 这种也不要把一些人 约网了 我们就 谁也不给谁 不给谁做死去 我们就双方都不站边 这就很好 第三是 这种战火的洗礼竞争 乱世之中战火竞争 没有谁能保证说 不会发生 拜登保证不了 中国的领导也保证不了 不会把战争 这种情况下呢 趋利避害一点 如果说 一旦发生战争了 那么就 躲到一些安全的地方去 我认为比如说 南美洲也好 加拿大北部也好 在这种情况 反正是美国 你要拿着美国护照 美国护照免签证吧 你直接买张飞机票 就走了 所以说 以免于他的核弹种打斗 第四种的话 可能会干涉 我们的言论自由 这些家伙们呢 也会派各种方面的 限制我们言论自由 但是我 我后来仔细思考以后呢 因为今天主题是言论自由 我们觉得我们的言论自由 没有问题 为什么没有问题呢 就是说 我们现在他呢 是打击这些集团 对他有攻击的 我们继续 我们只是一个 奥雷万 一个人的普通学者 说点什么话 他是不会打击到我们的 但是要该防止 防止什么呢 如果郭文贵被暗杀了 因为郭文贵骂共产党最多嘛 他那个最 讲的最多嘛 我们还是讲理性的 郭文贵也讲 不讲理性啊 他是任意能攻击 共产党的攻击 而且他还借国了 那如果他被暗杀打掉了 那咱俩说话 就得小心一点了 就得 就得更细心一点了 甚至节目要少做 或者不做 因为打掉那个那个头啊 他其实就是把个头高的给消灭了以后 接着有可能就弄我们这个头小的 你我个头都不够很高 所以说呢 贴他下来有个高的顶着 所以说我们现在在未来情况下 我们还是言论自由的 而且我们这种自由的思想呢 将会未来享受着光芒了 为什么 你等中国民主自由的时候 他就知道 哦 那个革命运动的邪区同志 张杰先生 尤隆同志 当时就说出了 要保护百姓言论自由这些话 维护我们权益的一些话 那当时是何等之英明啊 那不是和冷秀一样吗 当然我们达不到那个高度 冷秀高度 首先说呢 我们是为天地利兴 为僧民请命 为瓦盛 以绝学 为万事开太平 而且同时还有一种 歇天下之忧而忧的情怀 我觉得有着险 我们活的人 堂堂正正 而且无所畏惧 这个刚才听到你一番红论啊 因为你是研究战略 生子兵法的专家 所以谈了一些趋利避害啊 怎么保护自己啊 其实我倒有一些不同的看法啊 我们借这个机会 我们沟通一下 就是目前呢 中共对言论自由的打压 中美中西交恶 肯定会对华裔华能 产生一些不利的影响 一些歧视 甚至转移泄愤 都会带来 但是在这个时候呢 其实我倒认为 我们不应该去躲避它 为什么呢 就是说 我们应该展现一种正义的力量 也就是对中共这一种 倒行逆施 这一种侵犯人权的行为 要进行抨击 要站出来 相反是你越害怕它 它就越猖狂 因为极权主义靠什么统治社会 一个是谎言 一个是暴力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我倒觉得 在海外的华人 要有正义感 否则人家西方人看不起你 对不对 你有事你都躲了 人家创建了 流血牺牲创建的民主制度 你就来享受 那么你这个民族 是没有正义感的民族 所以在这种情况 我倒觉得 华人自保 或者说能够得到西方国家的尊重 我觉得第一个价值趋同 第二个 我觉得我们应该勇敢的对中共说不 无论郭文贵也有命运如何 我觉得对我们相反是一个刺激 就是你越害怕它 它越得志猖狂 相反 如果大家都站起来 跟西方盟友站起来 最终的结果 我们相反 能够树立一种榜样 我说我们有很多思想 很多东西 不是说等到了这个民主自由到达了那一天 我们人家来思考我们的东西 而恰恰是在这种黑暗的时刻 就是在至暗时刻 我们相反要勇敢 就像丘吉尔所说的 是吧 面对至暗的时刻 我们要有一种前行的勇气 这种不惧怕 敢于对抗 敢于说真话 维护言论自由的一种权利 我觉得这是华人 目前比较欠缺 而我们应该坚持的 应该坚持这种正义 其实呢 我前段时间看到澳大利亚一个学者说 他说能在世界 无论欧洲也好 美洲也好 澳大利亚也好 能敢说真话的出来 说的这些学者呢 也就二三百位而已 他说这样一个 哎呀 我是这么少吗 他说我认为 你和张杰先生算是其中之一了 我说我们这些也是 在这种至暗时刻呢 也是有些时候感到是很多考虑的 所以说这就要求我们做学梦呢 一定要符合逻辑 一定要符合弄点 弄句弄正 一定要亲眼所看到底怎么样 还要做好多的社会调研 我觉得普世价值是正义的 这是从各个民族体裂出来的精华 那么正义和良知是我们应该坚持的 我们就要把它坚持下去 当然共产主义也许会统治全球 这是共产主义希望的 但是在我认为他还是不会 观众朋友们 刚才赵云龙博士全面认述了言论自由的重要性 言论自由是人的基本权利 是自由的基础 是创新发展的基础 一个不能讲话的国家 本身就是一个不正常的国家 不可能有自由民主 也不可能给人民带来幸福 好 今天的节目到此 感谢您的收看 也感谢赵云龙博士